今儿的天气可太好了 是劳动的好日子 很多的网友觉得特好奇 觉得鱼镜真能的 你还会开拖拉机 其实你要是在这种乡下待着 会开这个真不是什么了不地的事 只要你会开车 这个可是太小儿科了 尤其是你学开车的时候 学的是手牌挡的 那这就更不叫事了 太简单了 这机器的英文名字叫Tractor 我们说中文的习惯把它叫成拖拉机 其实它的主要功能是减草 因为我们家住的院子比较大 你用那种手推的减草机 就是太费时间工作效率低 一般家里院子比较大的 肯定都愿意入手一台这种Tractor来减草 除了减草的功能以外 它还有别的作用 就是可以在这个机器的后面 你可以挂一个拖挂 这个拖挂有很多的功能可以运输 比如说我们在那边缠了码粪 就放到拖挂里给它运过来 给这些土地施肥 然后我们这些大洋树 你看这些洋树都已经开始变颜色了 再过两周肯定都落树叶了 那你光靠你拿那个条上在那扫树叶 爬了在那扒树叶太费劲了 这个Tractor又派上用场了 它的那个吹了 基本上后面它有一个拖挂 那个拖挂底下有一个刷子 你把那个刷子打开 它就边扫 就边把那些树叶都给扫进去 扫到那个拖挂里边 然后你就把它倒到那个沟里就行了 还有的呢 如果你想翻地 你翻地的时候你要那种翻地的机器 我有一个电动的翻地机 齿轮这么大吧 我的那个翻地机是通电的 就是劲儿没那么大 如果你要是更省劲儿呢 你也可以买一个这个机器特有的一个附件 就是挂在你这个上面 你这机器点着了以后呢 就可以带动你后面的附件 它就帮你去耕地 我去这个机器的时候卖电了 它现在没有那个附件 我倒是在网上看了一个 我就怕它不太靠谱 所以就暂时凑合着用我那个电动的翻地机用着 在我们家这个tractor的主要功能就是减草和收树叶 冬天的产雪是用那个Bobcat 那是唯一一个我没想学的 我觉得反正我们家的男孩都大了 让他产雪或者是老公 Bobcat它其实是一个产车 我们用它有两个重要的功能 一个是冬天产雪 然后就是产这些重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家这个仓库里边有很多的马草啊 还有你喂马的这个Round Bill一大块马草啊 这种马草重量很重的 必须用这种Bobcat两个大叉子插进去 才能把它给插起来 你看望这一站 你大概就能形象的看出这一卷马草有多大个是吧 这个头这么大 重量也重 大概有800公斤 所以这么大的个 而且还这么重 肯定就只能用铲车 才能够把它挪到马圈里边去喂马 这种叫weedwhackery 叫打边器 这种就是用在那种边边角角的地方 手推的或者是拖拉机都捡不到的地方 这三个机器tractor 手推的割草机 还有那个Bobcat 你都要定期的每年给它保养 换机油啊磨刀片啊 每年都必须做 要不然它的这个寿命就会减短 给它换机油我都会 我现在就觉得岁数大了 我老这么弯着腰累 我就找别人给换 别人给磨刀片 这个tractor你也得给它换机油 磨刀片什么的都是我老公自己给干 要不你给它送到就像那个卖车的4s店 让他们给你保养 贵了去了 因为它得用一个trailer先来取一趟 取一趟就170-80加币 再给你送回来 所以我们觉得那个太贵了 自己动手干吧 这些新本事新技能 我们都是在疫情期间学的 那个时候出不去没事干 成天就鼓的 这些机器也挺有意思的 这三个机器都得需要保养 Bobcat 或者是这个拖拉机 或者是这个手推的减扫机 机器都这样何况人类了 尤其是我们女人 更多的时候一讲到保养 就是保养自己的皮肤啊 保养自己的面容啊 这个是也挺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思想和心灵的保养 当你拥有了一份健康的心灵 有一份开放宽容接纳的思想 你才会变得特别的快乐 因为一副较好的面容 不能够保证你生活的特别快乐 但是你有一个健康良好的心态 有一个活泼开放的思想 那你肯定就生活的特别健康快乐 你觉得呢